危害世荣 德州立法者拟禁止游民路边搭帐篷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德州立法机构正在考虑在全州范围内禁止无家可归者在路边搭帐篷的法案 大约两年前 奥斯丁市曾经在地方范围内取消了类似的禁令 此举导致了整个奥斯丁市区帐篷数量的增加 如果立法者批准该立法 而州长艾伯特将其签署惩罚 这就将成为共和党州政府否决当地法令的最新例证 艾伯特也指出 如果特定城市不禁止这类大帐篷的行为 将会扣留当地的州政府拨款 州众议员R.Solik说 我们不仅看到桥下或街头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大大增加 而且犯罪力也在增加 这项拟议中的法案HB1925和参议院的配套法案987 将在未批准的公共场所搭帐篷列为西级清罪 可处以最高500美元的罚款 但民主党人批评这是将无家可归视为一种犯罪 他们也试图修改该草案 以减少对无家可归的惩罚 我们下期见的 并不仅看到